妈,你怎么大包小包带了这么多东西来我家呀,是有什么事吗? 莉莉,我的房子已经送给你小姑子他们住了,以后我就搬过来跟你们一起生活,如今我的年纪也大了,腿脚不利索,跟你们住在一起也方便你们照顾我,我的心里也踏实。 不是,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,既然你都把房子送给小姑子他们了,那怎么不和他们一起住呢?为什么非要跑到我家来? 我那房子不够住呀,你们家比我家大,住着舒服,再说了,等你小姑子他们一家人搬进去以后,那么多人挤在一起,就没我的位置了。 而媳妇因为事先不知道,婆婆把自己的房子送给了小姑子,还要搬过来跟他们一起住这事,于是便向一旁的老公问道。 阿坤,你妈把她的房子送给你妹妹一家人,现在却要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,这件事你怎么不事先跟我说一声呢? 莉莉,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?难道我来你们家住你不高兴吗? 还有,这是我儿子的家,也是我家,我回自己的家还需要向谁请示吗? 而且这房子还是我给你们买的,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,你管得着吗? 老婆,你没必要有这么大的反应吧?妈想来住随时都可以。 咱家不是还有两间空房吗?把最大的那间房给妈住吧,那间房采光好又通风,老年人住是再好不过了。 如果你妈来,只是住几天而已,我没意见,如果想要常住,那我肯定不会同意。 莉莉,你这态度真是让我寒心,难道你这是嫌弃我老了怕我拖累了你们吗? 还是说,你根本就没打算过给我养老? 我这到底做错了什么?我寒心如苦把儿子养大,又给他娶了老婆,现在我老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,却被自己的儿媳妇嫌弃。 你就别在这里卖惨了,我不让你住我家,不是因为你老了嫌弃你,而是我的心早就被你给伤透了。 难道你这是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对我的吗?你现在是怎么好意思让我照顾你的? 我做月子的时候,你对我做的那些事,我至今还历历在目。 别人家的儿媳妇做月子,婆婆都是好吃好喝的伺候。 而我呢?我月子期间,你不照顾我就算了,还让我给你洗衣做饭,就这样你还对我百般刁难。 挑三拣四,我哪里做的不合你意,你立马就搭拉着脸,明里暗里的各种数落我。 出了月子,我偶尔有事想让你帮我看下孩子,你要么是腰疼,要么是头疼,反正一让你带孩子,你就浑身不舒服。 你还说自己生的就应该自己带,你不是生来就要帮我带孩子的,让我有事别烦你,你需要帮忙,就回家找自己的妈去。 还有一次,我无意间听到你跟你儿子说,你们家娶我的时候就花了一万六千块,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? 看看别人家彩礼都是十多万以上,我家只是要了你们一万六走个过场而已,可你居然以此为荣,我挺佩服你这厚脸皮的。 你还说什么,隔壁老张家娶媳妇一毛钱都没花,女方还倒贴了二十万过来,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。 你们家娶老婆只花了一万六千而已,你难道不敢满足吗?总是拿我跟别人家的儿媳妇比较。 有本事,你也去给你儿子找个像老张家那样的儿媳妇呀,是不是在你看来,我除了你儿子就没人要了呀? 我第一胎给你们家生了个女儿,你就说我生的是赔钱货,还到处跟人说我连个生儿子的本事都没有。 可这生儿生女是我的事吗?这是你儿子的问题。 以前我不跟你计较这些,你是不是觉得我没脾气,可以任由你欺负的事吗? 从我跟你儿子结婚的那天起,你有为我做过什么?你有为我们这个小家操过一份心吗?你好好想想,就你以前做的那些事,你是怎么好意思开口让我照顾你,给你养老的? 老婆,不是我说你,这都是些沉枝骂烂骨子的事了,你还拿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?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,你别再提了。 事情没发生在你身上,所以你才会说得那么轻松。当初你妈对我做的那些事,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,如果不是为了你和孩子,你觉得我会选择忍气吞声到现在吗? 可是老婆,再怎么说她也是我妈,她也是你的婆婆,你不能用这样的语气跟我妈说话,更不能她说一句你顶一句。 我看这分明就是你在没事找事,你做月子需要人帮忙,可以去找你娘家的妈,让她来伺候你,我又不是你妈,凭什么要让我去照顾你?婆婆可是没有义务和责任,去照顾儿媳妇做月子的。 阿坤,你听听你妈说的那是人话吗?在我最无助的时候,她选择了袖手旁观,现在需要人照顾了才想起了我,那我凭什么要给她养老?人心都是肉长的,要是当初你能伸手帮我一把,我现在肯定很乐意让你住我家,给你养老。 照顾你,可是你到现在还是觉得自己没错,照样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 老婆,你别在这说什么有的没的了,你作为我妈的儿媳妇就应该要照顾她,这儿媳妇照顾公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。 她又没生我养我,哪来的天经地义一说,在我看来,她就是偏心,她的心里只有你妹妹,我相信你肯定能感觉得到,只要这家里有什么好的,你妈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妹妹,还背着我们给你妹妹钱,给他们家孩子买各种玩具衣服。 可在我们家孩子身上她一分钱都舍不得花,你还记得去年过年的那天,你妈当做我们的面给了你妹妹家两个孩子,一人两千的红包,却一分钱都没有给我们的女儿。 女儿当时就哭了,你妈这是做得太难看了,我也是看在她是长辈的份上,所以才没跟她一般见识。 还有,我每次只要买衣服或者是化妆品,你妈都会偷偷地拿去给你妹妹用,上次超市做活动,我只是买了两桶油而已,也被她拿了一桶给了你妹妹,既然她心里那么惦记你妹妹,让她去你妹妹家过玩下辈子也不是很过分的事吧。 阿坤,我现在再跟你说一遍,你要孝顺你妈,那是你的事,跟我没关系,因为她从来都没给我一点帮助,还总是对我各种冷嘲热讽,所以我没办法说服自己,去孝敬这样一个人。 阿坤,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,一大把年纪了却落了个无家可归的下场,我实在是太惨了。 这时间是有因果的,你妈落的这个下场都是她自作自受,你要是敢让你妈住进来,我立马带着孩子回娘家。 老婆,你非要这样固执不听劝吗?现在我妈人都来了,你就让她住在我们家吧,以后我妈还可以帮你分担点家务什么的,这样不是挺好的吗? 你不要再劝我了,如果她只是来家里住几天,那我不会说什么,可她要长期住下去,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,我要是让她住了进来,那这个家以后就再无安宁可言了。 真是反了天了,这是我家,你凭什么不让我住?你要是不让我住,那我就让我儿子跟你离婚,不信你试试看。 离就离,我可不吃你这套,你也不要以为我会像当初那样任由你欺负。 老婆,你消消气,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,我怎么可能会跟你离婚呢? 妈,要不你还是先回自己家住吧,反正那房子本来就是你的,哪怕是你送给了我妹妹她们,你也是可以住的。 我的命好苦啊,想不到我养了个白眼狼儿子,我都一把岁数的人了,还要被你们推来推去,说白了,就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娶了个没心没肺的女人。 老婆,要不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,让我妈住进来吧,我家在你们俩中间真的很为难,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,原谅了她吧。 行,那我就不为难你了,我现在就去接女儿,然后带着女儿回娘家,以后你们爱怎么住就怎么住。 老婆,我不许你走,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? 阿坤,你让她走,像她这样的儿媳妇咱们家不要也罢,以后妈再给你找个寄听话又孝顺的老婆。 够了,妈,你少说两句吧,难道你真的想看到我妻里子散才高兴吗? 你自己有房子去把她送给了妹妹,还非要赖在我家,现在我老婆也被你给气走了,这样的结果你满意了吧? 朋友们,你觉得这个老婆的做法对吗?她到底该不该给婆婆姥姥呢?